行動大約在中午開始 大批警員到天尾裡逐個帳篷搜查 警員在帳篷裡檢走了磚頭 不同大小的木板和鐵枝 也有餐刀和鋸 行動維持大約一個多小時 過程暢順 警員用膠欄收集收走的雜物 搬上貨車送去中區警署證物室暫存 密主可以去警署拿回自己的物品 八九民運人士黃登耀是留守的其中一員 他不滿警方收走了他的生活用品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表示 清理行動是基於憂慮木板 會在未來幾天的集會遊行中構成危險 比較激進的人士已經表明 會用一些比較暴力激烈的行為 去表達他們的意見 所以我們很擔心這些物件 會被他們使用 傷害到一些和平的示威者 甚至是我們的同事 所以我希望如果是移離了 就不要再拿回去 他又提到特別成立了一支搜證小隊 專門負責搜證 提高調查和執法能力 DBC數碼電台記者 歐慧廉報導 DBC數碼电池